你幹嘛 但是他說這邊歪歪的 我左看右看就看不出來它歪啊 其實它應該是這樣子 在當年應該城牆還在 或是路橋還在的時候 它應該是歪歪的 那為什麼它會歪 其實當初台北城要建城的時候 第一任台北支撫城新鋸 它就會把它設計成一個四方形的正城 對啊 正常啊 應該要四個角嘛 連起來 對啊 但是那個夏任總督劉昂 它迷信風水 它就把這座城整個往東轉13度 有點魔術方塊的感覺啊 所以西邊 13度 對 西邊就是望向了淡水河 那後方就是七星山 據說這樣可以趨吉避凶 對 靈氣 所以那這樣子北門不應該叫北門 北門應該叫 北門應該是西北門 那東門應該是東南門 這很有趣耶 所以它既然這麼相信風水的話 那這個顏色應該也是有點風水的關係 是傳統的中國風水勘語學裡面的 中國式城市 所以這個紅色啊 聽說也不是因為是這個磚頭的顏色 它是故意欺 它是故意欺紅色的 紅色在中國古代 它有驅邪必磨的那個功用 房子要磨鬼怪 對對對 而且你要知道 北門其實一度被壓制了40年 這邊有一個風水的 我們有一個風水的